虽然自己动手做蛋黄酥和月饼是比较健康 但是还是要记得顾一下身材不要吃太多了 因为一颗月饼可以等同于两碗饭的热量 如果吃太多很可能会造成身体上的负担 中秋节的应景食品月饼几乎是大家非常不可的美食 不管是高饼店买的还是自己动手做 就是要吃上这一口甜蜜的团圆滋味 不过好吃的月饼其实热量很高 一颗月饼等同是吃了一到两碗的饭量 现在就是中秋节的月饼其实热量都还是很高 因为它主要的成分还是主要是淀粉跟油脂的部分 就是最好选越小颗越好 这样的话对于热量的摄取也不会太多 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就是找朋友跟你一起分享 这样热量也可以减少比较多 月饼的热量高吃多了可能摄取过多的卡路里 造成身体的负担 因此营养师建议吃月饼的时候可以多喝水 或是选择茶类饮料来搭配 别再喝含糖饮品了 吃月饼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干 那都会配一点饮料的部分 我们会建议就是擦饮的部分 或者是摆开水是最好的 那如果说觉得摆开水没味道 就吃一点比如说乌龙茶 绿茶这些无糖的 都可以帮助那个热量的摄取 月饼是中秋节不可缺少的应景美食 但为了身体健康的考量还是浅尝即可 不然为了口腹之欲 赔上了健康可就伤脑筋了 中佳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 要晚上请订阅 这齐 里面 确 有